据多家外媒报道和美国商务部网站的确认 美国商务部今天已决定对那些原产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在被运到越南进行加工后 在出口到美国的不锈钢和冷压钢 加征高达的惩罚性关税 从英国路透社和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来看 美国商务部做出的这一决定疑似源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钢铁厂家 在通过越南洗产地 路透社就引用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介绍说 自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先后被美国加征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后 截至到2019年4月 韩国和台湾过去四年运往越南的不锈钢和冷压钢比同期暴增了332%和916% 但彭博社采访的专业人士表示 一些企业为了绕开关税选择找越南等第三国洗产地的行为并不罕见 也是一种人质常情 彭博社称 韩国和台湾的做法是把他们的钢运到越南进行少量的加工 然后便打着产自越南的旗号出口去美国 但这一行为已经被美国政府发现 彭博社还暗示说 美国此举可能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越南突然强硬的口吻有关 特朗普前几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抨击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利的越南 称其几乎是所有人中最热烈的那个 目前美国重罚韩国和台湾钢厂系产地仪式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多少媒体的关注 台湾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也少于他们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兴趣 而在境外社交网站上 有台独分子则将美国惩罚台湾企业的事情怪给了大陆 称碰到支那国就没好事 而越南方面也尚未就此事给出回应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